龙珠超,孙悟空打得过拳王旁边保镖的一只手吗? 就目前的龙珠超的剧情来看,其实这高神拳王身边的两位侍卫实力到底怎么样我们无从知晓,唯一一个有点有趣的画面主要是在第六宇宙与第七宇宙切磋期间。 两位侍卫从拳王的身后对入地下再从拳王跟前由地下钻出来,这么的一种模式的技能如果也可以算是实力的话。 那么这两名侍卫的实力也是极为可观的,至少这么的一手和当年剧场版中的邪念波的技能有点相似。 当然,作为手无腹肌之力的拳王的贴身侍卫,如果没有半点实力的话那明显的就说不过去。 因此我们也就默默认他们的实力是真的能够保护拳王的安全的。 以我们目前所知的龙珠超的战力体系来看,按照破坏神、天使、大神官这样子如极地增上去的话。 那么拳王的两名侍卫很好明显实力就要在大神官之上,因此主角孙悟空想要打得过拳王的侍卫估计是没门的了。 至于拳王的侍卫能不能够让孙悟空一只手,估计也是没问题的,毕竟破坏神级别以上的武力值全都是主角孙悟空目前无法企及的实力。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